今天我们来到卫山享享 它位于卫山广义市中区校洞 一百七十一号 一九九七年十月九日 被指定于卫山有限文化遗产第七号 乡校是超限时代公立的地方教育机构 乡校有文庙和学堂组成 文庙有供奉着包括孔子在年的 武圣、宋朝、二贤 韩国十八千年排位的大正殿和 东屋、西屋 随堂有讲学空间的明龙塔和寄宿空间 东宅、西宅 卫山乡校创建年代和初期严格因人称伟烂而消失 从而无法准确得知 但据推测 卫山乡校应该是建于一亿一校 体制完成的十五世纪左右 创建当时新学城北侧 现在为八屋洞旧桥村的地方 人称伟烂是被烧毁和重建在那里 1652年 校中三年是迁移到现在的地方 自1800年以来进行了26次秀改 但基本框架结构没有改变 主要建筑有南北东西轴线上的垂直交叉布局 突出了典型的乡校建筑特色 各建筑也有很好的体现了传统建筑风格 大圣殿正面和侧面均为三间 单层物园一共样式 人质屋顶 民工堂正面五间 侧面两间 单层物园一共样式 八字屋顶 正面青年楼正面五间 侧面两间 单层物园一共样式 出座八座屋顶建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